许多明星都是童星出身,像顶流女星代表杨幂和杨紫,还有吴磊,关小彤,宋祖儿也都是家喻户晓的童星出身演员。 不过这些童星出身的演员的演艺事业发展大不同,有些人不止高人气,也累积了知名代表作,但有些人却不断走下坡,发展完全跟不上其他人的脚步。 以下九位童星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杨紫作文顶流,关小彤评出烂剧,张雪莹不断走下坡。 图片来源,微博二无垒,杨紫,宋祖儿童星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一,杨紫90后一线顶流小花杨紫和迪丽热巴被视为纪杨丽,赵丽颖之后,90后的顶流小花代表, 他也是目前线上童星出身的演员中发展最好的一位,杨紫不仅拥有香蜜沉沉浸如霜,亲爱的,热爱的两部现象及爆款剧,还主演了战长沙,大家风尚等斗半破八分的高频剧, 他不只是收拾女王,口碑也很稳,演技普遍或肯定,被视为90后真正有演技的实力派顶级流量演员。 图片来源,微博爱杨紫 图片来源,微博虽然2021年播的女心理师收视效果不如预期,但大家还是很肯定杨紫试图跨出舒适圈的企图心, 不拘迷于能获得高关注的流量偶像剧,而是尝试不同领域,不同角色,只是杨紫近一年流年不利,他和肖战主演的《余生》,请播指教, 因着肖战的227舆论事件影响,而不断被延宕,先前本来定档又临时撤档,其实这部剧原是2020就该播的,许多因素让他一直播不了,所以杨紫才2020整年都没有回归, 再来就是和吴亦凡主演的古装剧《亲三情》,因着吴亦凡涉嫌性亲被逮捕入狱,让《亲三情》时辰大海,播出无望了,希望杨紫和诚意主演的陈像如蝎,202赶快播。 图片来源,微博啊,女心理师同兴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2,关小彤频出烂剧败坏形象,关小彤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国民闺女, 但他近年的作品口碑都不好,之前主演的古装剧《九州天空城》,凤秋黄都被吐槽很惨,演技被狂潮,观众缘越来越差,他实在太不会挑剧本了, 而去年主演青春女性题材剧《二十不惑》就受到好评,只要角色对了,关小彤就能正常发挥,演技是九五后小花算稳的一个。 图片来源,微博啊,关小彤 图片来源,微博虽然因着童星的身份让关小彤始终保有人气,但因为没有代表做傍身,导致他如今的发展停滞, 而目前关小彤还有胡同、曾少年、二十不惑二等剧代播,胡同是短片县里剧,曾少年为九夜回的经典青春小说改编,二十不惑二是女性题材剧续集, 关小彤的资源不算好,但一直有细拍。 图片来源,微博啊二是不惑童星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三,宋祖儿九五后的实力派新生代一九九八年生的宋祖儿和关小彤一样是家喻户晓的童星,她的演技备受肯定,被视为九五后的实力派新生代,今年在乔家的儿女演技让大家十分惊艳。 二十三岁的小女孩,把一个被丈夫多次背叛的失婚妇女诠释得淋漓尽致,角色塑造功力超强,宋祖儿的资源虽然不是顶级的,很少接流量剧,但稳扎稳打,占有一席之地。 图片来源,微博啊宋祖儿 图片来源,微博啊宋祖儿目前还有舌尖上的心跳,陪你竹锋飞翔,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三部带播剧,最近在陪你竹锋飞翔又变回甜美少女,一样演得很吵喜,而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是和黄子涛合作最新开拍的剧,她靠著作品好口碑收获许多观众员。 图片来源,微博啊乔家的儿女童星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次,张雪莹团队拉垮,发展停滞1997年生的张雪莹也是童星出身,因为童星的身份所以有一定国民度,但这几年的发展却大大不如同为童星的关小童,宋祖儿,她一直没有自己的代表作,演技也不被肯定,一直到古装剧白发, 文艺剧情片狗十三,才让大家真正接受张雪莹 图片来源,微博啊张雪莹 图片来源,微博张雪莹的资源挺灭的,目前有青春巨然,沙牌少女,武装剧则真剂两部剧带播,她在演艺圈混迹这么久,但影视资源却始终停滞不前,接的剧都不是大致作重点剧, 许多网友都觉得张雪莹是被自己的团队拉垮,她的团队就是俗称的家庭工作坊,因为从小拍戏,所以帮她处理演艺事务的都是家人,不是真正专业的团队,接不到资源,前一阵子张雪莹的清洁还怒钢粉丝,导致大量脱粉,再次拖垮张雪莹 图片来源,威博阿泽君记童星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舞,武裂国民弟弟成功转型相对于关小同国民皈依的封号,武裂则被称为国民弟弟,童星出身的武裂年轻五岁就主演了首部个人电视剧《风神榜》,后来在狼牙榜饰演的小飞流奠定了国民弟弟的称号, 再加上现实生活中学霸的形象,让武裂的观众缘一直都很好,不过国民弟弟的标签一度成为武裂从童星转型的阻碍,大家始终觉得他长不大 图片来源,威博阿武裂 图片来源,威博阿狼牙榜幸好今年在长歌行武裂成功翻转形象,角色转大人变得越来越有魅力,再加上穿越火线,启航,当风启时几部高口碑的质感剧,让武裂的演技备受肯定,武裂也不拘泥于街偶像流量剧,不盲目追求流量,对于剧本的筛选很有主见 虽然之前因为张公案争翻事件导致路人员下降,但后来靠着好作品搬回一程,如今专注磨练演技 图片来源,威博阿长歌行童星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流,张艺山花边新闻大会形象1992年生的张艺山也是知名的童星演员出身,和养子合作家有儿女,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绑在一起,而养子如今已经成为演技备受肯定的流量女星 反观张艺山似乎不断在走下坡,这几年陆续贡献了红二传奇,陆顶记几部烂剧,本来深受肯定的演技大打折扣 图片来源,威博阿张艺山 图片来源,威博张艺山一直都不是走流量路线,她的外形也不允许她走流量路线,本来可以靠着实力派的标签在演艺圈吻扎吻打 奈何思生活不检点,爆出劈腿丑闻后让她清纯童星的滤镜似一地,所以她现在观众缘非常差 图片来源,威博阿录顶记童星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期 牛俊峰不温不火没有代表作1992年生的牛俊峰,也是童星出身,但她不像杨子,狐磊那样拥有高国民度 小编对牛俊峰的第一印象是微微一笑,很倾城于半山,再后来就是楚桥传元松 她出道虽早却始终在福寨城,没有一部真正的代表作 图片来源,威博阿牛俊峰 图片来源,威博牛俊峰的外形和张艺山一样都不是第一眼帅哥 所以走不了流量路线,只能默默打磨演技 曾参加综艺竞演节目《演员请就位》 最终凭借细腻的演技夺得冠军,荣获年度最佳演员称号 即使如此也没有特他的演艺录加分 今年主演的婆婆的镯子,舍我其谁都毫无火花 舍我其谁还创价0.1的超低收视率 如今他只能靠着资深自力继续在演艺圈打转 图片来源,威博阿舍我其谁同心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吧 李兰迪负面新闻影响发展1999年生的李兰迪 算是95后小有人气的新生代 他10岁就拍摄了个人首部电影《爱你输给了谁》 今年靠着高评价的青春校园剧《你好》 就是光收获人气,但后续没有好资源跟进 再加上竹演古装剧《梦回》因为身材被全网黑 还有在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的低情商表现导致路人员下降 发展落后了赵路斯,杨超越这些新崛起的同龄演员 图片来源,微博阿李兰迪 不过李兰迪后续资源是不错的 目前有苏季,辛洛宁成堂两部剧带播 苏季和辛洛宁成堂都是人气颇高的小说改编IP剧 苏季合作偶像团体出身的朱正廷 而辛洛宁成堂合作古装男神陈欣旭 该剧号称《香蜜沉沉浸如霜》的姊妹片 希望能替李兰迪搬回一城 图片来源,微博阿梦回腾兴出身演员发展大不同酒 张子峰电影圈演技派四小花旦张子峰 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但如果你看过电影唐人街看案 片中那个露出诡异笑容的最终大爆就是他 且他之前还被中国电影频道评选为 演技派四小花旦其中之一 2001年生的张子峰 年仅八岁凭灾难情赶骗唐山大地震的小方灯一脚展露头奖 并获得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成为当时该奖项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者 还曾以你好,知华提名第55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呢 图片来源,微博阿张子峰 图片来源,微博阿唐人街看案张子峰的演艺录 和前面几位童星出身的演员大不同 他主攻电影大荧幕 清新文艺的气质 加上低调含蓄的性格 以及备受肯定的演技 让张子峰即使没有高流量 依然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圈保有一席之地 许多业内导演、影视制作人都非常喜欢他 国民度高、观众远好、形象家 是目前中国电影圈最受看好的闪亮星星 图片来源,微博阿张子峰